袁淳峰绷带缝隙中露出了眼睛 闪过一丝光芒 一旦天庭得胜 我也会随着轮回殿一同覆灭 还希望殿主大人 莫要让我输 轮回殿主文言没有说话 只是点点头 是以袁淳峰可以离开了 后者缓缓地走出大殿 空荡的大殿中 就只剩下轮回殿主一人 身影逐渐隐没在黑暗当中 时间一晃 过去两年有余 北韩仙玉 古云大陆边缘的一座 边境城池外 一道顿光从天而降 光芒之中 一个身着青袍的高大男子 和一名身着紫裙的美貌女子 同时出现 却正是从鹤岗仙玉 赶回来的韩丽和紫灵 两个人落在了城外的一座 破败石亭旁 身上皆是笼罩一层淡金色的光芒 把周围虚空中 弥漫着的灰色雾矮 隔绝开来 韩丽目光远眺 看了一眼那边 那座被一层结界光幕包裹着的城池 眼中闪过一抹追忆之色 开口说道 当年刚出黑风海域的时候 我一路赶往竹龙道市 还曾在这座城中短暂逗留 与记忆中相比 这里变化了许多呀 如今灰界大局入侵 不仅是北韩仙玉 就连临近的几个仙玉 也都已经被他们占据了 世事变迁 自然是大有不同了 唉 这北韩仙玉大部分区域 都已经被灰界改造 原本的仙界修士 不得不归缩在城内苟延残喘 我看用不了多久 这些地方都会被彻底攻陷的 这也没办法 天庭非但不派遣援兵 还强行将此事压了下去 仙界知道这一状况的人不多 消息流传不开 自然也不会引起太多注意 不过好在 灰界也算识趣 暂时停下了扩张的步伐 否则天庭就是想压 也未必能压得住 只怕这本就是天庭和灰界之间的默契 一个不过分扩张 一个也不立即弹压 这是为何 灰界是想先稳住脚跟 扎下根 为之后的扩张打下基础 至于天庭 一方面是为了确保菩提圣宴 顺利的召开 维持表面的稳定 一切以菩提宴大局为重 另一方面也有轮回殿的缘故在里面 毕竟到目前为止 对天庭威胁最大的 还是轮回殿 只是苦了这些被抢占仙玉的云云众生了 走吧 我们时间不多 韩利两人飞顿而起 化作一道流光离开古云大陆 朝着荒蓝大陆的方向 急驰而去 随着两人进入海域之上 越往内去 海水的颜色就变得越来越深起来 从一开始的青蓝之色逐渐变成了幽黑淡紫的颜色 海域上空一团团乌云凝聚汇成了一片 放眼望去 根本看不到边际的巨大云团 在层层叠压之下变得极低 与海面上的距离不过六七十丈而已 此刻海面上狂风呼嚎 浪涛翻涌 溅起的巨大浪涛发出阵阵的轰响 不断的卷向上空的盖顶乌云 形成了一种别样的海天相接的景象 伴随着一声声轰鸣巨响 厚重的云层之中时不时闪过一道亮光 一股股粗壮无比的巨大雷电光柱 撕开浓重的乌云砸落到海面上 将阴沉的海域照出一片片雪亮的光芒 即使尚未进入雷海范围 韩丽便已经能够感受到那雷电肆虐的威势了 就连灰界释放的雾矮 也不敢接近这片海域 韩丽远眺雷海对子灵说道 你回花枝洞天等我 这里的动静一会儿会很大 好 待子灵进入洞天之后 韩丽没有继续预风而行 而是手掌一挥 换出了七十二柄青竹风云剑 他身躯虚空一跃 双脚落在其中一柄飞剑之上 久违的预剑而行 其余七十一柄青竹风云剑 则全都环绕在他的周围 来回飞旋不断 仿佛形成了一座坚实的防御剑阵 把它包围在了中央 韩丽目光一宁 望向雷海的深处 身形一纵 便带着所有的飞剑直奔雷海中央而去 他方一进入雷云的范围啊 他一道巨大的紫色的雷电从天而降 直接朝着韩丽劈打过来 韩丽连抬眼都未看一眼 一柄青竹风云剑主动迎了上去 也不施展任何的剑招 只是替韩丽挡下这一道雷击 雷电劈中飞剑 顿时发出一声金属颤鸣之音 就好似飞剑也在发出痛声一般 表面溅起了道道紫色电丝 如珠网般蔓延一片 这一击之后 韩丽前行的速度非但没有提升 反而更加缓慢了下来 几乎每前进百丈 就会有一道紫雷劈打下来 而他的青竹风云剑 也会一柄一柄的轮流飞掠 把那些雷电一一挡下 一开始 飞剑日上并不见有任何的异状 只是随着雷电的不断劈打呀 72柄青竹风云剑上都开始浮现出一道道细密的雷电纹路 韩丽笑道 果然如此 随着韩丽的逐渐深入 云海深处的雷电变得越发密集起来 雷电的威力也在逐渐变得越来越强大 青紫金银四色雷电混杂在一处 不断地朝着韩丽劈打下来 所有青竹风云剑不再轮流去承接雷电 而是彼此配合着将韩丽包围在中央 不断迎接着雷电的轰击 如此这般向内一路飞略了半个多月 韩丽从一道道雷电漩涡和雾巢雷暴中不断地穿行 几次被强大的龙卷雷暴卷入其中 最后都平安地渡了过来 72柄青竹风云剑在一路的淬炼之下 变得越发强大起来 数百道金色雷电同时从高空中轰击而下 如同一道声势巨大的金雷瀑布飞泻之下 所有的青竹风云剑飞略而出 彼此首尾相连 如同架起了一道拱桥横在了韩丽的头顶 感谢各位道友的收听 这一集的节目就到这 下期我们继续修仙